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自己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都会碰到一些时刻是 我不懂这个东西有什么好 我吃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吃 然后我穿着衣服我也觉得不好看 我就是会有很多我不懂的事情 然后当时我会听到一些大人跟我说 你将来就会懂 我不喜欢他跟我讲这句话 就好像我现在是笨蛋一样 可是我现在也会跟别人讲这句话 就是不要那么在乎你现在懂不懂 因为你将来就会懂 而且你将来也不一定会懂 而是你将来就会知道 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你永远都不会懂 可是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我面对艺术的时候 常常觉得我不懂他干嘛要这样 可是我会有感觉 我会觉得被他刺激到 觉得这家伙真有种 或者是这带给我一种兴奋的感觉 只是我平常别的事情无法带给我的 那我的好朋友艺术班做了一个小展览 是常遇的小展览 那他显然想要跟我讲一些我搞不懂的事情 艺术班 你应该碰过很 你自己也常常看一些艺术品 然后你不懂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些艺术品 我们不懂有几个方面的不懂 第一个 他干嘛这么贵 就是说那张画几亿 然后我旁边那一张画 其实他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女人背对着我们 然后我当然看得出来他的线条很流畅 然后他摆了一个很好的姿势 可是他坐在椅子上根本不合理 然后呢 我也看不到他的脸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不懂是来自于 我也许能够欣赏他的美 可是我不懂他有那么厉害吗 有的时候是我不懂他为什么有那个价值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纯粹不懂 这张画好在哪里 有没有关系 当然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去看任何艺术品 头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要喜欢 要是你看到他 那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 嗯 他跟你没关系 就跟你没关系了 那其实跟艺术品没有关系是非常OK的事情 是 你不需要跟艺术人 你看到他 你觉得没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就走过嘛 可是你觉得他有意思的话 你想再去知道 诶这是谁画的 诶他为什么会讲画家呢 那就开始跟这个画家 跟这个艺术品 产生了一个关系 就像我刚认识你 我要是觉得你很讨厌的话 嗯 我就不会再想约你出来 是 可是我们一次一次的约出来呢 就是一次一次的了解 嗯 了解到甚至 我觉得你很讨厌的地方 都变可爱的时候 嗯 这就是变成朋友了嘛 就是我可以容忍 我没有什么讨厌的地方 哈哈 就是这一幅 我带他来 因为他很小 然后 然后 他符合你这次选的 少画的原因 对 他另外符合意见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了解 这个版画呢 所做的 制作的方法 是用塑胶板 这个塑胶板呢 是 英文叫Linoleum 是塑胶板 这个塑胶板 这个塑胶板 常遇用塑胶板 来做版画 在Matisse跟Piccaso 早十几年 常遇是在其他那些 大画家之前 之前 开始 好 你得跟我解释一下 对 就是 为什么 他把女人的腿 画那么粗 手臂也很粗 可是 这 这符合美吗 美感 在每一个时代 不一样 对 我不认为当时 在巴黎 这个女生走在路上 会被认为是美女 我同意了 我同意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也是 也是 也是常遇的一个 signature 他的好朋友 徐志某 写了 你说诗人 徐志某 他去了巴黎 跟常遇混了一段时间 几年 然后回到上海的时候 写信给朋友说 哎呀我多怀念常遇做的那个辣椒面 也同时好怀念她的宇宙大腿 女人 宇宙大腿 对 就是 她 徐志某说她的大腿是宇宙级的腿 宇宙级的大腿 所以呢 你说她不美吗 她不会不美啊 她美她美 她美 我只是觉得很妙就是 为什么她会这样子 是 我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我去看一个画 然后我不懂的时候 可是我喜欢 就是 我会吃到一些东西是我不懂 可是我喜欢 喜欢 对 然后我也不在乎我不懂 对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那道意大利面是怎么做的 可是我觉得很好吃 对 所以我对艺术品也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可是像我喜欢烧菜的人 假如说我吃到一个意大利面 我觉得很好吃 我会想去知道为什么她好吃 去用线条这么简单的画的时候 让我觉得她好像 她是随意地去勾勒出来一个 自己很自在的一个 没错 因为你看她的脸 她其实躺在那里 她眼睛就是在看着你 对 她一点都没有说 哎我不好意思 对 或者我 她就说看我 请你看我 而且不可能这个模特腿长这样 那不可能 这是常遇故意弄 对 她所有的裸女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常遇的裸女的腿实戏 然后她没有解释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解释 只有徐 可是徐志摩说宇宙大腿的时候 也没有成为她的logo 她没有说我是专门画宇宙大腿的画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 长遇的大腿是宇宙规模的大腿 是 huge 是她的一个标准 标准 风格 对 好那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都会在你的小家人家里面出现 是 原作 你看她的膀子有多粗 她的膀子跟她的小腿差不多 有 而且她每次都把胸部画得相对小 很小很小很小 可是你会觉得她丑吗 你不会 你会去质疑有没有这种人存的 你也不会 可是这个裸女的眼睛又在看着你 又在说 看我吧 所以这就是你说一个好的艺术家提炼出来了 一个普遍的美 也许不存在世界上 可是是透过她的眼睛才看见的 对 对 而且你不会去质疑 就是一团肉 一团肉 可是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你不会 你就觉得她就是一个 你会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当模特儿给我们看她 是 可是她就是很可爱 请问根据你的研究 常遇当初是有特别选肉多的女生吗 没有 她是把肉少的女生都化成肉多的女生 OK 现在的美感是very so 从人类的历史以来 从来没有把瘦看成这么重要 嗯 比起现代 好 再聊一张 这一张我觉得很奇特 她几乎跟她的椅子押韵 她把这个女的画成一个直的 跟她的这个凳子 好像融为一体的感觉 这个是 她很少这样做吗 她有 她很多素描是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更特别的是她两个胸部 对 你会觉得她生了病是不是 就她们离很远 她离很远 一个很高一个很远 对 像一棵树 这种板画跟这种板画不一样 这种板画是 它在新版 就铁板上面 嗯 所以要是不好的话 她不会花钱去印的 要是她不喜欢的话 她不会去 她有把握 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对 所以而且不好的话 她也可以再 翻另外一面再重刻一个 OK 或者她可以把它抹拼在这里 嗯 可是她显然的觉得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架构 是 好 所以呢 我很高兴你今天 让我们看见了这个 《长玉厉害》的地方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而且 有探索的乐趣 嗯 就如果有一天 一属盘花了二十几年 都没有研究出来的事情 然后我破解了 对 我终于想出来说 为什么《长玉画》的女生 腿都这么粗 却依然这么好看 这么吸引人 我就很高兴 就我懂了一个人 你也很希望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告诉我 如果我有一副的话 所以你要去看呢 你要去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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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我买 我买不起了 好 我会去看展览 然后我会 3月3号开始在 陈敏画廊的《西看长玉》里面 会激发一些人 研究这个的兴趣 希望 像我如果在社交网媒体上面 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比我聪明的 会告诉我 说不定我们就有答案了 原因是什么 你之前没有做过这件事 没有 向大家询问答案 没有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高手 太好 告诉我们答案 然后 这一次这个 很多《长玉的小画》的展览 将近130部当中 还有一些别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我下一次找机会问艺术吧 请不吝点赞